紫晴亦是瞬间沉连 长公主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请回吧 她说吧又补充道 请回西楚 韩紫晴 你 楚飞烟气的跳脚 怒气憋的脸都红了 却不得不重新端来茶杯 低下高傲的头 咬了牙说道 之前冒犯药王妃 纯属误会 是我无心之过 今日特来警察赔罪 还望药王妃大人不计小人过 这样还算有点赔罪道歉的样子 本来就是来道歉的 喝不气度一点 落落大方一点 搞得自己如此尴尬呢 紫晴接过茶盏却没有喝 这杯茶她只会接 不会喝 茶一割下 楚飞烟便道 药王爷 耽搁了几日 是不是该启程了 本王一切听王妃的 军北月笑道 慵懒地把玩着紫晴的头发 这天大的事情 她却一副不关心的样子 看得楚飞燕不气 而是想哭 可是 原本高高在上的姿态 被自己弄到有求于人的地步 楚飞燕还能怎么样 她恨恨地看向紫晴 燕王妃 南赵王前日来信函催促了 至少 她还可以搬出南赵王来不是 然而紫晴也不跟她急 思索了片刻当 北月 当初你好想说 陪罪要三杯茶的吧 我就带了一杯来 从使者大院带来的 泡的是我从西楚带来的茶叶 才见诚意 楚飞燕立马解释 她当然知道要三杯 所以 她就带了一杯 红衣 上茶 紫晴可不管她的说辞 这茶 她就要三杯 这个时候不削平了楚飞燕的气焰 不让她明白 有些人不是她能惹得起的 从帝都到南赵一路上 她还不知道要起多少歹毒的心思呢 楚飞燕禁不住后退一步 狠狠盯着紫晴看 任由她盯着 紫晴不心虚 不心切 坦坦荡荡的 很快 红衣便端来两杯茶 然而紫晴看了却道 我要三杯 再补一杯来 我已经敬过一杯了 楚飞燕立声提醒 我没答应喝 不是吗 紫晴说着 慵懒地从军北月怀中起身 端坐在一边 军北月看着她 眸中掠过一抹欣赏和宠溺 并不动声色 长公主 茶不劳你呆 药王府有 请吧 紫晴说着 红衣立马将三杯茶 端到楚飞燕身旁 仪式寂静 红衣端的茶盘 三杯热茶 鸟鸟青烟 茶香很是浓郁 军北月慵懒地扮倚着 躺在紫晴右侧 不动声色 玩味地看着这一切 而紫晴 随随便便一坐 浑然天成的尊贵 气质都难言 何况是此时端坐在主座上 无形之中便给人一种不可侵犯的尊贵感 君北月的视线更多是在紫晴身上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这是头一回 这个女人有母仪天下的资本 楚飞燕气呼呼的 他当韩紫晴是故意刁难他 要他难堪 可是紫晴却是非常认真对待这件事的 否则他也不会拿出这种姿态来 他大可以像君北月那样 慵懒地倚在一旁 要楚飞燕净茶三杯 我不管 反正茶净了 你也接过了 韩紫晴 你不要耍赖 楚飞燕恨恨地道 本王非耐性有限 赵公主 如果不静 那就请回吧 紫晴认真的 肃然的表情 让楚飞燕都不自觉被震慑到 本想转身就走 试探试探一旁的君北月的 可是 一迎上紫晴的目光 竟然突然不敢动了 然而他不动 紫晴也不会等 反倒是先与楚飞燕起身要走 你等一下 楚飞燕大喊 他今日既然拉下脸登门来敬茶 那便一定是要谈成的呀 紫晴止步冷冷问道 长公主想通了 楚飞燕深吸一口气 他忍 他忍 他不忍 又能怎么样呢 好 我敬 楚飞燕恨恨答应 转身拿了一杯茶 紫晴坐了回来 腰板挺直 端庄大气冷眼看着 楚飞燕弯腰将茶杯递到紫晴面前 药王妃 前几日误会都有得罪 还望见谅 这杯茶我敬你 跟你赔罪 这才有道歉赔罪的样子吗 紫晴气定神贤的问道 前日什么误会 何罪只有 他可不管 楚飞燕道歉 是不是会弄清楚 为什么该道歉 可是 他接受别人的道歉 就一定要弄清楚 这样接受 不能随随便便地接受 不是吗 听了紫晴这话 楚飞燕一口怒气 立马提了上来 他却不得不硬生生给忍了 他慎重地想了想 这才开口 前日则发吓人的时候 不小心惊吓了王妃娘娘 害王妃娘娘受伤 是我的错 这话没有什么把柄 可以让韩紫晴抓了 他该接受了吧 的确 这是一分罪 紫晴点了点头 结果茶杯 当然他不会喝 随手放到一旁去 楚飞燕瞥了一眼 眸中阴智闪过 他低着头 进去断来第二杯茶 又双手恭敬地 奉到紫晴面前 正要开口 顿了顿便重复刚刚的话 前日则发吓人的时候 不小心惊吓了王妃娘娘 害王妃娘娘受伤 是飞燕的错 飞燕给王妃娘娘敬茶 她一个不是 然而这一回 紫晴可不买她的账了 挑眉反问道 长公主 这份罪刚刚不是赔过了吗 楚飞燕一时间没有忍住 怒吼而出 那你还让我敬三呗 紫晴纯叛勾起一毛冷笑 没有理睬她 无声无息 起身便要走 你 楚飞燕气劫 这个女人 动不动就用走 威胁她 这本该是 她的威胁手段才是 怎么会被这个女人用了 而且还逼得 她不得不留人 楚飞燕憋屈得心肝脾肺肾 都快要炸了 不得不承认 她后悔了 后悔怎么那么冲动 提前跑来招惹韩子晴 韩子晴可是连思考的时间 都没有给她 不过须遇便走到门口了 楚飞燕无可奈何 急急拦住 妖王妃 你等等 你回来 子晴止步 淡淡说道 如果长公主只有一份罪过 已经赔罪了 那就请回吧 韩子晴 你 楚飞燕立马直指过去 这个女人欺人太甚了 子晴任由她指着 魔光一沉 干脆而直接 红衣 送客 我有罪 我赔罪还不行吗 楚飞燕唧唧大喊 她要是真被赶出去 到时候 天晓得她可不是来赔罪 而是来求韩子晴 和君北岳借道啊 给韩子晴赔个罪都那么难 要是真有求于她的那一天呢 楚飞燕连想都不敢想 她乖乖端着茶 等韩子晴坐好了 才恭敬奉上 可是她想了很久都不知道 要认什么错 赔什么罪 思来想去 无外乎就两件事 一件事是她要责罚红衣 韩子晴给顶替赔罪了 另一件事 就是韩子晴在门口的时候 她故意砸出茶杯来 这两件事 加上她又因为顾太医 而砸了韩子晴一次 总共就是三件事 而她倒要往府来所做的 也就这三件事 四季词 楚飞燕顿时极被打惊 禁不住打了好几个冷战 君北岳那天晚上 到市臣大院去的时候 她就算清楚了 要三杯茶 所以那天晚上 她指定要了三杯 这个男人 竟然一直不动声色 让韩子晴做主 而实际上 这三杯茶若是没有敬完 她绝对不会轻易算了的 想到这里 楚飞燕不自觉 朝君北岳看去 只见君北岳 慵懒闲适地一躺着 正玩味地看着韩子晴 好看的唇边 勾着一抹淡淡的笑容 如此英俊迷人的男人 楚飞燕生平第一次 看得恐惧心慌 没有了先前 每一次的爱慕着迷 她甚至不敢多看一眼 立马就低下头 这杯茶 为我不应该因为 责罚下人 而让王妃娘娘出面道歉 是飞燕造此了 还请王妃娘娘见谅 除了这份罪 难不成 她要给自己 安哥莫须有的罪名吗 楚飞燕是来报仇的 是来向韩子晴示威的呀 怎么都没有想到 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紫晴点了点头 结果第二杯茶 扔就随手 搁到一旁去 楚飞燕立马断了第三杯 唧唧道 这杯茶 是我不该那么不小心 在门口就伤了王妃娘娘 还请王妃娘娘见谅 她恨不得马上逃走 恨不得不用君北月护送了 因为她终于明白了 这一路上 还不等她找韩子晴麻烦 君北月就不会放过她了 而韩子晴一旦主动出手 偏晓得她又如何会被阴了呢 她不管那么多了 所有事情交给楚天阁吧 她统统不管了 紫晴接过第三杯茶之后 楚飞燕便慌忙而退 直到退到大门口才想起来 不得不应着头皮问道 南昭王已经催了 何时启程呢 长公主别着急 回去等吧 会有人通知你的 紫晴淡淡回道 还要她等 难不成韩子晴还不满意 楚飞燕气得想质问 可是她却没有勇气 只能点了点头 好 静候加音 说吧 便狼狈而走 人已离开 紫晴回头看了那三杯茶一眼 又看了看君北月 忍不住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跟之前的素然尊贵 端做主位的女人 完全就是两个人 君北月玩味地打量着她 看了看那三杯茶一眼 忍不住也笑了 开心了吧 嗯 紫晴立马点头 这一回 她可是真真正正地解气了 原本还后悔着 在上一次使者大院里 她顾忌太多 让君北月给动了手 而如今这三杯茶 是她亲自把楚飞燕 治得死死的 心里总算是舒坦了 这一路上 她倒是要瞧瞧 楚飞燕还敢不敢再放肆 珠子 去南昭这一路上 你就可以清静了 你都没有瞧她刚刚那个样子 就像条落水狗 红一也忍不住笑 珠子可是特地让她端茶的 手好些了吗 紫晴问道 没事 脱顾太医的福都能动她了 珠子 这一回去南昭 让婢女跟着好不好 红一说着 也不敢看药王爷 蹭到紫晴身旁来哀求 不管是出使还是被邀 去南昭的人数 都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之前王妃娘娘出使的时候 还能带近身侍卫 而这一回是被邀参加婚礼 人数有更严格的控制 这一点 紫晴也非常不理解 但是南昭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无法理解的国度 君北月只会戴上影子和顾太医 而紫晴最多也只能戴上两个人 红一很清楚 自己能跟的机会很小很小 却还是想求一求 紫晴无奈着 她根本没有多考虑这件事 因为顾锡和石两是最佳人选 她并没有亲自带领佣兵团 都是顾锡和石两在打理的 尤其是顾锡这团长 石两更多是跟在她身旁听候差遣 红一会伺候人 生活上什么事情都安排得妥妥的 而石两则会武功 再天大的事 只要紫晴交代清楚 她都能给办好了 主子 就让我跟着吧 之前去刘仙岛我都没有去 红一嘀咕着不敢太大声 也不敢太计较 紫晴犹豫着 心狠的时候 她可狠了 心软的时候 却也最软 她迟疑地朝君北月看去 没有开口 君北月从来不会干涉这些事情的 谁知这一回倒是破天荒了 让石两留下吧 你身边不需要那么多侍卫 倒是需要个能伺候的人 子晴有些狐疑 却因为红一的兴奋 没有多加注意 主子 王爷答应了 你也答应了 对不对 红一确实兴奋 同为下人 她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开始对石两不怎么满意了 尤其是主子解读的时候 石两冷血的表情 她可一直耿耿于怀呢 石两能保护主子 可是她会心疼主子 会陪着主子说心事呢 好了 去准备准备 紫晴无奈而笑 红一立马高兴地退了下去 什么时候启程呢 确实不能耽搁下去了 紫晴淡淡问道 刘仙岛的新贵大赛 还有白氏家族的祭典都在腊月 他们可不能在南兆耽搁太久 而失去了刘仙岛的机会啊 不管关于孤岛的三条线索之间 有多少联系 至少要先把扶桑神木拿到手 再去瞧瞧明沙山的情况 才会有头绪 南兆回来之后 回刘仙岛 明年赶赴西京明沙山 按照计划 事情也就在今年年底 和明年年初这段时间了 就盼着事情能顺利一点吧 君北月迟疑了片刻 淡淡说道 就明日吧 西京有战报来 我去瞧瞧 你先去准备 紫晴正要走 却又当 昨夜一夜没睡 不休息 这家伙梅雨之间 可都是疲惫之色 紫晴担心着 第一个念头 就是给他熬个补汤喝 可是看着天色还是作罢了 汤熬好了 估计也深夜了 嗯 一会儿就回来 君北月笑着 自然而然将紫晴拉了过来 轻轻在他额上 落了一个吻 心情不错的爽朗扬笑 这才离开 紫晴回过头 尝那三杯茶看 又看看君北月远去的背影 禁不住又自娱自乐 扑斥笑了出声 这个坏人真的是有仇必报 一个都不落下 读解了 除非严那锐气自然也消了 紫晴总算是松了口气 心情不错 轻轻拍了拍腿上的伤 找顾太医去了 然而他并不知道 君北月并没有走 战报不过是说辞而已 此时他正匆忙往后院去 十两已经等候多时了 一见君北月来 十两立马上前 沉连着双毛很安静 这性子同紫晴真的很像 只是他多了一份尖默 少了紫晴身上特有的气质 他的安静足以令人忽视 而紫晴即便是静默在一旁 都令人忽视不了 令人不自觉想探究探究 这个尖默的女子 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王爷 主子答应我留下来了 十两低声问道 嗯 红意想随行 正是个机会 君北月说着便进门 看都没有多看十两一眼 十两眼底 分明掠过一抹失落 迟疑了片刻 也跟了进去 这后院有一间废弃屋子 鲜少会有人来 此时大门紧闭 更不会有人知道 王爷在里头 日落之后 夜便渐渐深了 直到三更半夜 君北月才开门出来 屋内很昏暗 什么都瞧不到 也不见十两的身影 君北月晕面冷峻 看了天色一眼 抬去一身的灰 这才快步离开 夜凉如水 也不知道子晴睡了没有 此时帝都里 最无法入眠的 应该是楚飞燕吧 以非不是说过要过来吗 怎么现在还不来 楚飞燕怒声 一把扫罗一桌饭菜 屋里早已又是满地狼藉 滔天的怒意 全发泄在砸东西上 他恨不得一把火 烧了这个院子 可是他不敢 公主 刚刚得到消息 小王亲自来了 以非娘娘 怕是不会过来了吧 婢女怯怯的道 楚飞燕陡然大惊 什么 她的腿好了 一日清晨 楚飞燕便收到消息 下午出发 她不敢怠慢 昨夜一宿没睡 想见到楚天阁 无奈楚天阁 只让她安分点 听从安排 车队在帝都南大门等 楚飞燕的车马一到 君北月只同八贤王 交代了几句 便宣布启程了 怎么说 楚飞燕正是一个 和亲的公主 成婚之人 又是格外的大 也得在队伍中 居住五位吧 可无奈 位置的安排 真像君北月之前 所说的 不是护送 而是顺路烧她一程 楚飞燕的马车 被安排在子晴之后 而君北月骑马 在子晴之前 从远处看 便立马会发现 这队伍的奇怪 君北月和子晴的马车 是药王府专用的马车 标志十分明显 而楚飞燕 却没有更换大舟的马车 而是用了她 从西处 一路坐来的马车 甚至她前后的侍卫 都是清一色奇妆 这队伍的马车